加拿大快速入境计划常见问题解答 一什么是快速入门 快速入境是一种电子系统 用于管理希望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熟练工人的申请 一旦感兴趣的候选人提交了在线检介 联邦政府将确定该候选人是否有资格参加由Express Entry管理的项目 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将被接纳进入快速入门组 并根据综合排名系统CRS进行排名 CRS是一个基于分数的系统 由政府用于评估和排名快速入门人才库中的候选人 CRS分数是根据候选人的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验、语言技能以及其他因素计算的 大约每两周 加拿大政府会从快速入境人才库中选出得分最高的候选人 并向他们提供永久居留申请邀请函ITA 二快速入门如何工作 快速入门非常简单 包含两个主要阶段 在第一个主要阶段 符合快速入境资格的候选人 向加拿大政府表明他们有兴趣获得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 在第二个主要阶段 加拿大政府邀请得分最高的候选人移民加拿大 以下是如何提交您的快速入境资料 并获得永久居留签证以移民加拿大的分部分解 第一步了解您是否有资格参加快速入境 第二步完成语言测试并获得教育证书评估ACA 第三步在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身份局ERC网站上提交您的个人资料 第四步等待您是否收到ERC的永久居留申请邀请ITA 第五步向ERC提交完整的永久居留申请APER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费用 作为这一步骤的一部分 您需要包括您的体检和警察证明 ERC将向您提供一份回职AR 第六步一旦ERC要求您提交生物特征 第七步等待ERC对您的APER做出最终决定 ERC的目标是在六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申请 一旦您的申请获得批准 您将收到永久居留确认书COPER和永久居留签证 如果您来自需要签证的国家 这样您就可以前往加拿大并完成落地 三快速进入流程需要多长时间 快速入门配置文件的有效期最长为一年 获得ITA的申请人可以期待加拿大政府 在六个月内处理他们的永久居留申请 政府开始衡量收到完整永久居留申请的处理时间 当对应用做出最终决定时 处理时间结束 如果应聘者在创建快速入门资料后 一年内没有收到ITA 如果他们仍然符合条件 他们可以简单地重新提交资料 四快速入门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快速入门有各种优点和局限性 但力大于弊 加拿大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获得了快速入境的灵感 2004年 新西兰是第一个推出异想书系统的国家 2012年 澳大利亚紧随其后 加拿大于2015年推出了快速入境 以改进其处理熟练工人申请的方式 并为移民候选人提供更好的体验 在快速入境之前 加拿大实行先到先得的申请系统 旧模式的问题在于 每年提交的申请远多于现有的技术工人移民点 因此成功的候选人通常需要等待几年 才能获得ERC提供的永久居民签证 ERC引入了快速入境 以便更快地向成功的候选人发放永久居留签证 现在 他可以在六个月内向成功的候选人发放签证 而在旧制度下 这一期限为六年 快速入境的最大限制是 它不能让移民候选人确定 他们将收到申请永久居留的邀请 根据以前的制度 候选人只要符合所有资格和受理标准 就可以获得永久居民签证 根据快速入境 只有CRS分数最高的考生 才有机会获得永久居民签证 然而 好的一面是 快速入境抽签定期举行 通常每两周一次 这给了你很多机会 收到永久居民邀请 您可以通过获得加拿大工作机会 省级提名 在加拿大学习 获得更多合格的专业工作经验 以及提高英语和或华语考试成绩等方式 提高CRS分数 除了快速入境 加拿大还提供一百多种不同的技术工人移民途径 5.快速入门需要多少钱 向政府合格候选人库提交快速入学简介是免费的 然而 应聘者在提交快速入门资料之前会产生一些费用 提交快速入门配置文件之前的可能成本 可能包括 由加拿大政府批准的语言测试机构 进行的英语或法语考试 教育认证评估 如果您需要将任何文件翻译成英语或法语 则需要支付费用 雇佣移民专业人员 如律师事务所 单击此处了解我们的律师事务所 如何帮助您快速进入 收到ITA后的政府费用和其他费用包括 加拿大政府处理永久居留申请的费用 体检 警方背景调查 生物识别费 手续费850美元和永久居留全费515美元 我需要为快速入境聘请律师吗 您不需要聘请律师来完成快速入境流程 但这样做对您有利 一位经验丰富 专业且值得信赖的加拿大移民律师 可以以适中的法律费用最大限度的提高 您在快速入境中获得成功的机会 他们可以为您提供有关如何获得最高综合排名系统 CRS分数的指导 并指导您完成快速入境流程 从提交个人资料到在您收到永久居留申请邀请ITA后 准备永久居留申请 此外 律师的职责是确保您不会犯错误或歪曲您的加拿大移民申请 科恩移民法由加拿大移民 难民和公民事务部ORC授权 在快速入境过程中代表移民候选人 科恩移民法在支持技术工人移民加拿大方面有45年的经验 科恩移民法每年都会被大量的快速入境候选人所保留 他们相信科恩移民法能够提交最有力的快速入境资料 并在收到ITA后获得永久居民签证 七我是否需要快速入境向下的加拿大工作机会 不您不需要工作机会就可以通过快速入门获得成功 获得工作机会并不能保证你会成功 但它有助于提高你的综合排名系统CRS分数 如果您收到符合快速入境条件的工作机会 您可以获得50或200个额外的CRS积分 八快速入境移民在加拿大找到好工作吗 对加拿大移民 难民和公民委员会2K2020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 快速入境移民在加拿大就业市场上非常成功 因为他们具有加拿大雇主所期望的人力资本特征 研究发现 快速入境移民的工资往往高于加拿大普通工人 就业率高 失业率低 预计快速入境移民将继续在加拿大就业市场表现良好 因为随着未来10年有更多的工人退休 加拿大雇主对他们的技能需求仍然很高 加拿大依靠移民来缓解人口快速老龄化和低出生率 所带来的经济和财政挑战 就快速入境移民有哪些背景 每年加拿大都欢迎来自100多个不同国家的移民 自1967年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为技术工人推出积分制度的国家以来 加拿大不根据其原籍国筛选技术工人候选人 相反 加拿大只根据候选人融入加拿大就业市场的能力来评估他们 为此 综合排名系统CRS评估技术工人的年龄 教育程度 语言技能 工作经验 和其他人力资本因素 由于世界各地有如此多的人才 加上加拿大经济多样化 加拿大每年都欢迎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技能和不同职业背景的人才 加拿大移民 难民和公民部 RIC每年都会发布一份关于快速入境移民的报告 其中提供了更多关于选择将人才带到加拿大的个人背景的信息 我的家人可以和我一起乘坐特快入境吗 对在快速入境下 您可以包括您的妻子 丈夫或普通法同居伴侣 此外 您还可以包括您的受抚养子女 您的配偶或普通法同居伴侣的受抚养孩子 以及受抚养子女的受抚养儿童 如果您通过快速入境获得成功 您的随行家属也将获得永久居留权 受抚养子女的定义如下 为满22岁且不是配偶或普通法同居伴侣 或22岁或以上 在22岁之前依靠父母的经济支持 并且由于身体或心理健康状况 而无法在经济上养活自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